你一个人落魄地坐在便利店旁 雨下得很大 却不肯挪动脚步 这几天的遭遇 用一句话就可以简单概括 失业失恋 失去父母 双眼无神窝向远处的高楼大厦 如此繁华的城市 却容不下你这么一个人 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这时 旁边有人递过来一包泡面 抬头一看 是一个打着伞的少女 扯没一会儿 你问 给我这个做什么 看了你足足鸡苗 她的小声说 饿肚子会难受的 你下意识结果 笑了一声 现在很晚了 赶紧回家吧 家人会担心你的 少女又看了你一眼 撑着伞转身离开 你自嘲 没想到 居然会有陌生人关心我 还是个那么漂亮的女孩子 站起身准备离开 可却看到不远处 有两个男人一左一右 把那把雨伞夹到中间 不得拉扯 哎呀 反正都十二点了 就去酒吧玩玩呗 看你的样子 也不是很想回家吧 小妹妹 被两个人推着走 范雅柔有点不知所措 因为害怕 此时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其中一人 甚至胆子大了 往脸上摸 下一秒 啪的一声 一圈过来 小流氓背下 坐在地 连个同伙都看呆了 明明 我告诉你 你敢打我兄弟 你把少女拉到身后 又是一脚 老子连你快打 踹完 拉着手腕就跑 十分钟后 两人到了一个公交车站旁 气喘吁吁的停下 你赶看笑笑 没事了 你家在哪呢 我送你回去吧 范雅柔点了头 伸手指着指 马路对面的一个老旧小区 送到门口 你停下来脚步 回去吧 别让父母担心了 可这时 上去伸出手 拉拉拉你的衣角 昏暗的灯光下 看着有点像被遗弃的小动物 一叹了口气 好吧 我送你上去 可当来到楼上 打开房门后 才意识到了不对劲 空气中 又淡淡的霉味 地上散着各种 瓶瓶罐罐 只和内衣 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 刚想转头跟他说话 却发现 对方已经双手 提着衣服往上拉 露出光滑的 没有一丝坠肉的小货 等一下 你干嘛 一耳朵疑惑了 小声说 洗澡啊 那你不应该 是要在浴室换衣服吗 可我 一直都是这样换的呀 你捂着脸 难道你爸妈在家的时候 也会这么换衣服吗 少女看了你好一会儿 她垂下眼睛说了一句 我 我没有父母 对不起 憋了半天 你说了一句 抱歉 少女歪头 为什么要道歉 你做错什么了吗 你咳嗽两声 先洗澡吧 不然你就要感冒了 范雅柔拉拉拉 你湿漉漉的衣服 你怎么不脱呢 你太好气 因为我是男生 而且洗澡只能一个人洗 到这时你发现了 眼前这个女孩子 有一点点不正常 准确来说 是没有常识 她这回才点了点头 自己去洗澡了 很快 哗嗓声响起 你在外面做了发呆 过了一会儿 浴室门打开 雅柔拿着衣服走了出来 你立刻起身 你先把衣服穿好再出来 哦 她默默看了眼 手里湿漉漉的衣服 伸手就要穿上 等等 伸手制止 不是穿湿衣服 你要换这衣服在哪里 少女只来指外 她的阳台 你走过去一看 啥个眼 清衣色都是校服 连些宽松的T恤都看不到 伸手摸了一下 还都是湿的 好在还有一条干的浴巾 扯下来 走到她身边递过去 先围起来 围起来 范雅柔把自己下半身包住 上面腰位 哦 折腾了好一会儿 微精阻散上身 平复好心情啊 难怪前面 没几件衣服是干的 叹了口气 走过去 把那几件衣服都取了下来 统统拧干 姑娘 你需要学习一下尝试了 想要一个人好好生活下去 这样是不行的 雅柔只是看着你 没有说话 你挠到头 算了算了 我自己都过得一地鸡毛 有啥资格说别人呢 好了 小妹妹我该走了 记得 下次不要带我这样的陌生男人回家 很危险 转身就走 可下一秒 一脚就被少女拉住 雅柔小声问 为什么要走呢 你笑了 因为我要去挣钱 没有钱 在这个世界是活不下去的 只可惜 没有富婆可以包养我 不然 我可以少奋斗三十年 包养是什么 你想了想 包养 就是给对方钱 养着他 哦 雅柔默松开手 转身回房间去了 你也没注意 走了门口 准备离开的时候 事后就传来了 嘀嘀撞撞的声音 愣了一下回过头 直接少女的怀里 抱着一打厚厚的钞票 钱 我 我包养你 他走了太急 不小心划了一跤 跌到你怀里 感受了问人出感 你脑子懵了 这少说 有个十来万现金啊 头疼了 扶着他坐好 等等 一个漂亮女孩独机 家里还有这么多现金 我完全不敢想象 这些事 如果被有新人知道 会做出什么危险的事情 金山警戒宁问 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呢 一人想了想 妈妈给的 然后接着补了一句 这些钱不够包养吗 我还有很多 你沉默了 几十秒后 看着少女精致的脸蛋 或许 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在这个朦胧的雨夜 你被这样一个 毫无常识的女孩 见回了家 想了想 抽出一张钞票 既然如此 那这段时间 我就待在这里吧 直到我们的关系结束为止 你叫什么 范雅柔 妖族的雅 女帝的柔 我叫肖凡 优名的肖 魔帝的凡 就这样 一段奇妙的缘分开始了 第二天天刚亮 你叫把整个房子 都收拾了一下 想了想了 又顺带着 把地上的内衣 也都给洗了 看到整间的屋子 心里才踏实一点 早起出门 简单买了点 鸡蛋 番茄之类的蔬菜 但在回家进门之前 却闻到锁孔传出了 但那铁锈味 仔细一看 有液体的痕迹 顺着锁孔一路往下 就好像 有什么人 故意往里面灌东西 开门的时候喊了声 范雅柔同学 你起床了吗 可以进门 就愣住了 这些少女 躺在沙发上 毫无血色 连忙过去抓着肩膀 推了推 都没回应 不行 热打击就听话了 刚准备拿起手机 去看到少女 清澈的眼眸 就这么愣了七八秒 一只哭声 从小腹传了出来 小凡 我好饿 你叹气 怎么会有人 把自己给个晕的呀 昨天没吃东西吗 他想了想 泡面给你了 你好尴尬 那怎么不出去吃点 外面有早餐吗 钥匙找不到了 你下一次摸了摸口袋 很明显 带走钥匙的最快活手 在这里 好吧 我的错 等我一下 很快就有的吃了 吃完走进厨房 饭菜很快做好 一碗西红柿鸡蛋面 羊肉吃很快 看他那么饿 你把自己那份 也让了过去 好家伙 那么大饭量 看少女的腹部 发现依旧平坦如初 这家伙 难道是卡比少转式 亚肉注意的目光 便把衣服往上拉 露出光洁的小腹 你要看这个 没有没有没有 联盟帮他把衣服拉下来 下次不许这样了 尤其是在男生面前 到了下午 你带亚肉去小区附近的 服装店卖点衣服 店老板大妈奇怪盯着你 你是这个小姑娘什么人 看大妈似乎认识亚勒的样子 你也实在是说不出 被包养的话 呃 我不是他什么人 真要算的话 算是照顾他的人吧 大妈叹口气 你这小伙 应该是社区派来的吧 这小姑娘 也是个可怜人 因为精神不正常 所以被他妈 一直关在阁楼里 咬了半年 话说一半 就闭上嘴不说了 因为亚柔 出现在了你身后 微微歪着脑袋 递出一条白色连衣裙 这个好看 你摸摸头 这面料的确不错 穿得很舒服 只只更衣室 去换上看看吗 亚柔看了个黑漆漆的隔间 为什么去那里 一旁的大妈 弹来弹手 意思是 我就说嘛 你却很有耐心 我不是说了吗 换衣服是不能给别人看的 所以你要去那里换 趁他离开的时候 大妈继续八卦 听他妈妈说 这姑娘还有暴力倾向 半夜 会拿菜刀乱砍人 很可怕的 为了怕他不小心伤害到别人 他妈就把姑娘关了起来 你要当心点哦 你又问 那他母亲呢 不知道 听说是受不了 精神病女儿的折磨 就跟着别的男人跑了 了解完这些 你却皱起眉 范雅柔 真的有这么可怕吗 还是说 他母亲 以精神病的名义 关了女儿八年 付钱的时候 衣服没有标价 又和老板杀了会假 回去路上 你就在叮嘱 记住 买东西的时候 要分辨对方 是不是在坑你 尤其是 没有明码标价的东西 少女四栋飞灯 突然问了句 包养 你是买了一种吗 那买你要多少钱 你有点无奈 人不能交易 可少女接下来 平静的一句话 却让你脚步一顿 可是 我妈妈曾经说过 希望把我迈上去 一愣了好几秒 挤出一丝微笑 你母亲 只是在开玩笑 吓傻你的 是吗 是呀 晚上 有没有什么想吃的东西呢 他下意识回答道 泡面 不行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给我把话好好记在心上 雅柔虽然不太明白 但你做的面很好吃 乖巧点头 忽然 注意到一旁路过的母女 年轻母亲 牵着女儿的交手逛街 两人都笑得很开心 这种一辈子 都不会输给时间的感情 对少女来说 却无比陌生 直到他们走远 要是再缓缓看向你 小声问了句 我可以牵你的手吗 你摸摸拉起 肩掌心的温度传递过去 晚上想吃什么 泡面 都说了不行了 哦 中文人很多 两人挨在一起 并没有过多复杂的心情 只是在不冷的下午时分 互相聚动 回家之前 你又买了不少洗衣裳用品 所以晚上洗澡的时候 就又出现了 尴尬的一幕 洗澡的范亚柔 从浴室跌跌撞撞跑了出来 纤细的身材 隐藏在泡沫中 小凡 这些泡泡洗不掉 你头疼 把一脸呆蒙的少女推回去 拿了一条小凳子 来 坐下 拿起花洒 一边憋过头 一边帮她冲后背 但还是偶尔能瞥见 少女光洁的后背 和些许无边 重洗干净后 亚柔注意到你被打吃 裤子 湿了 我帮你 等会 过一会儿 套上衣服的亚柔 被丢出浴室 鸭子坐在地上 少女眨不了下美眸 这是生气了 很快你也洗完澡出来了 亚柔仰着小脸问 你是不是受伤了 没有吧 你愣住了 怎么突然这么问 我看你受伤的地方都肿起来了 那不是受伤 行 来 先吹头发吧 把少女拉起来 因为在地上坐太久 可有点发麻 亚柔直接跌到你怀里 一下子搂着对方腰肢 有点尴尬 没事吧 她身上体相混合着沐浴露的香气 跟山茶花似的 很好闻 亚柔却把脸蛋 贴到你怀里 舒服地眯洗眼睛 好暖和 你也只能无奈笑着笑 用手掌轻轻抚摸对方的后脑勺 这孩子 估计是太缺爱了 一时间 你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扮演什么角色 父亲 还是母亲 过了一会儿 你让她坐好 拿来吹风机 亚柔对这个东西很陌生 平时啊 她很多时候 甚至头发伸入路 就睡着了 第二天上学的时候 总是被人用一种 古怪眼神注视 你好臭啊 衣服真的有晒干吗 这是她经常在学校里 能听到的话 她身后吹风筒 想起了那一刻 暖风从耳边正着扶过 亚柔突然觉得 自己的生活 似乎真的不一样了 她很喜欢 过了个八小时 夜逐渐深了 你在客厅铺好自己的地铺 却发现 范亚柔一直在那旁边 怀里还抱着个枕头 没说话 只是那双弹水丝的美眸 一直跟着你的动作移动 一时看到 你想要一起睡 少女也点头 不行 赶紧回房间休息 她是要抱着枕头 回到自己的房间 你太狗戏 真是个粘人的家伙 心里想着 躺下睡觉了 吸灯后 你思考着以后的打算 以及和范亚柔的相处模式 睡意朦胧中 逐渐进入梦乡 第二天一早 是被窗外的鸟鸣声吵醒的 打了个哈欠 正准备起身的时候 却只感觉 尖角处 有些许重量和温度 以及细腹可温的呼吸声 一转头 发现一张 她是躺在了一旁的地砖上 华丽不得枕头 似乎因为正规的寒凉 蜷缩的身体 脸蛋在这靠在你肩旁 想要温暖 却又不敢 太过靠近 过了一会儿 她睁开眼 你问 怎么躺在我旁边睡着了 范亚柔半张脸蛋 藏在枕头下面 我 我没跟你一起睡 我睡在地板上 你声音提高了个八度 你这个就算没睡地步上 也算睡我旁边了吧 而且你这样会着凉的 亚柔一点手足不错 过了好几秒 在地下头 对 对不起 你叹气 我是在担心你感冒着凉 而且 就算跟我一起睡 也不能睡地板上 懂了吗 还不如就在地步上跟我睡 少女抬头 所以 可以一起睡 你是真的无语啊 行了 走吧 先去洗澡 这想法 只需要你 一句话